原标题,日本武器造架有多吓人? 机枪是德国武备,冲锋枪顶4838大概。 在网络上一直有传言日本二战时期没有冲锋枪,实际上当然不是如此。 日军的建军思想、训练等都是考察一战后得到的结果。 虽然日本也参加过一战,但是主要就是打了青岛足剑弟弟德军,以及远东舰队。 大规模陆战是总结其他列强经验,对于当时德国的MP18冲锋枪战争表现感到非常惊讶,也自然受到日本军方的重视,所以日军在1920年便开始了冲锋枪设计。 众所周知,日本作为一个末游列强,在各方面其实都不如其他大国。 日本的崛起,本身就是利用几次机会豪赌,甲午祭拜中国,以及日俄战争祭拜俄国,使得日本像吹气球一样膨胀起来。 同时,一战八的才使得日本迅速地摆脱了债务国地位,成为债权国。 但是,这些并没有改变日本是一个相对落后国家的事实。 日本的工业化之路实际水平是很差的,很多基础,其实都很不牢固,这就造成了日本的很多武器的成本非常高。 日军在生产步枪上,和其他国家造价差不多,但是在其他武器上,造价就有了很明显的差距。 比如日军的92式重机枪,造价高达1500日元,也就是500美元,而德国MJ42只要400马克,也就是100美元,美国的30机枪也不过150美元。 至于冲锋枪,德国的MP40还要20多美元,至于英国的斯登冲锋枪,在战时大规模应急生产,更是只要10美元,直到战兵中后期日本得到德国的技术援助,简化了生产工艺,但是仍然产量有限,造价仍然高达100美元左右,相当于4只单巴大概。 在生产工艺上,日北交位落后,是造成其无法像其他国家那样,大规模装备冲锋枪的根本原因。 第二个原因则是中日全面战争的爆发,使得日本过早的投入战争,导致军费紧张,进一步断绝了日本改进生产工艺的可能性。 其实看二战时期各个国家,每到最后关头生产量最大的武器就是冲锋枪,这是因为冲锋枪造价低廉,当然这是日本所不具有的。 其次是子弹便宜,那些总是说日本熊的人,这话是没错,但是冲锋枪子弹是手枪子弹,造价是一般步枪的子弹的三分之一,而且生产难度很低。 第三就是操作简单,不需要长期训练精确射击,这非常有利于动员广大国民抵抗。 而日本在战争后期也认识到了这一点,尤其是长期的战争,做到至今因为士兵大量损失,新兵也训练不足,用冲锋枪,其实可以很大程度上弥补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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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